佛陀要在涅槃之时 他的弟子都跪在边上 很伤心很难过 佛陀你涅槃了 那我们怎么办 佛陀就跟他们说 以戒为本 以戒为本 所以守戒就是一个人的品德 一个能够守戒的人是一个好人 一个能够守戒的人 他具有高贵的品质 就证明了他守戒的人 他不会去做不好的事情 不会妄女啊 不会去贪嗔痴慢业 所以守戒行为 要把它规范在自己的八十天中 时时刻刻守戒 不要忘记那些戒律 所以戒乃无上菩提之本的 大家想一想 戒就是无上菩提之本的 所以时时的意念 佛为我们定的一些戒律 你看菩萨叫我们不要贪嗔痴 不要杀到银网酒 这些都是佛给我们定的戒律 我们大家都要遵守 要对照自身的这个行为 你的行为今天贪了吗 你的行为今天恨了吗 你的行为今天做出来 傻事了没有啊 说了不该说的话 去挑拨离间 有什么意思啊 就像我们现在想到 我们年轻的时候 做过这么多的傻事 时时刻刻要检查自己的行为 举止 最重要的是起心动念 大家知道心是最难控制 所以人家说心软易嘛 心是攀缘心 所以整个就是不停的在动 所以人家说激动的心啊 所以你看很多人做广告 心动不如行动嘛 你心一动了 你就想行动了 所以你管住你的心 不去动 你手上脚上嘴巴 一切行动都没有 所以师父叫你们 齐心动念 要符合戒律的规范标准 守戒 没意思的事情不要去做 在异性面前 有觉得自己很能干 表现一下 有意思吗 贪的东西 明明得不到的 还要假装去贪一下 有意思吗 你恨了别人 你气得不得了 别人不知道 有意思吗 你恨别人 恨到后来 你就要背后去 讲到不好 最后被对方知道了 对你进行无情的打击 你最后受到了伤害 是不是回到你身边来了 有意思吗 所以这个念戒是非常重要 时时刻刻守戒 分分秒秒 在戒律中 你就能成功 你最后一会讨订了 你最后一会认为